消息说中兴已经和美国政府签署原则性协议 只是要支付17亿美元的罚款 就可以获商务部撤销禁制令 中兴说一旦禁令获得撤销 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营运 但问题是重新运作是否代表中兴 就可以回复以往的市场地位呢 以及在5G的主导角色之后拆局会再拆解 中兴通信被美国商务部发出禁制令的事件再有进展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兴通信已经和美国政府签署原则协议 初步协议包括中兴会向商务部支付10亿美元罚款 以及在协议执行期间将4亿美元交由第三方保管 防止中兴未来再度违反协议 商务部同时计划修改去年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 将中兴已经支付的3亿6100万美元 作为新和解协议的一部分 令到美国政府合共会收取高达17亿美元的罚款 报道更加说中兴已经签署美方议定的原则协议 但还未签署修改之后的和解协议 内地传媒引述中兴内部人士透露 中兴是在这个星期一和美国签署原则协议 只要禁令或撤销 中兴只需要几个小时就会恢复对外营运 官媒央广网发表评论文章 形容协议来得不宜 说中兴事件属于企业违规个案 中国政府出于以文为本的考虑 投入大量资源和美方交涉 为中兴换来一条生路 而拯救中兴也同时维护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是特朗普政府决定放过中兴的重要考虑 又认为中国企业需要自行掌握核心技术 为了减少对西方技术的依赖 由中兔和国有私劳基金支持的厚博投资 以7亿7500万美元收购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Arm Holdings中国业务的五成一股权 Arm Holdings的芯片设计技术向半导体制造商授权 在全球销售的大部分智能手机都有应用 包括中兴的智能手机 避得过7年的禁制令 未计运作停顿影响中兴的代价 至少合共要付17亿美元的罚款 以中兴2017年盈利是45亿7千万人民币去计 假设之后不增加不减少 要2.38年才足够保数 是的 今天的手机设备股就文哥起舞 可能中兴都自以为重获新生 公司原本有980几亿的负债 假设佛金是以债项去填补的话 中兴负债可能会因为这样增加到过千亿 中兴事件的起初 官媒大声批评美方欺人太甚 但随着时间一日又一日过去 协议一日又一日接近完成 官媒的取态其实都有微妙变化 中央广电国际在线的一篇评论 如果是反映官方思想核心的话 中央对于中兴事件的定性至少有几方面 第一 中兴并非外界所想 在内地当局眼中属于政治角力之间的无古受害者 第二 就是评论好一句话 中方一贯要求国家企业要严守东道国的法规 合法合规经营 变相都说明了中兴出事 查实是证据确凿 第三 就是中方高层次和美方交涉 并不是因为中兴技术重要到不能倒闭 而是在于8万名工人 由此可见中兴出事至今 在中国官方眼中地位未必一如外界想象中那么重 官媒甚至说国际企业不要当巨婴 不要用商业利益果协政府 多话少都说明了中兴既然骑劫了政府 即使復活章志 但是好戏还在后头 一间不属于美国企业 主要收益不是来自美国的企业 被美国宠罚之余 风刺就在于连股东都未必有权 或者有能力罢免的董事和高层 美国现在有权 日后更加有权 不定期上门巡查 边商认同 桑权欲获 基于商业运行和行业的机密 既然日后要对美国中援大开 中兴不单止不会被加大央企化 反而5G的主导角色 随时可能都会被中国剔除 日后可能只是做一些低端设备 甚至是买电话 美国部分政界仍然会对中兴糾纏不放 国会既然认为白宫繞过了既有程序 华为调查和怎样处理 反而就会更加公事公办 一切重业 无论是中兴 以至是近日外国围堵中国2025计划 官方埋怨局限于没有核心技术 但是核心问题就在于 企业从来只是故盈利追求 而政府从来都只是增长数字当中狗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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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